霍去病到底怎么死的,瘟疫,病逝,都不是,专家推测,死于自毁。 汉武帝,霍去病的出生极具传奇色彩。 父亲是平阳县的一个小官,母亲是平阳公主府内的一个丫鬟,因为某些缘故,父亲不敢承认自己与平阳公主府内的下人私通,于是乎霍去病只能以一个私生子的身份生活。 现实告诉我们,有能力的人总会有出头之日,公元前117年23岁的大将军或去病去世,或准陪葬茂林,关于这位少年天才的世事之谜,一直存在争论。 现今来说主要流行以下几种说法,瘟疫说,退隐说与病逝说,这三种说法都有依据。 同时也存在漏洞,或去病真正的死因,一直是困扰史学界的谜团。 史书中并没有说或去病的身体,存在异常司马迁,在记录时仅仅用了一个足,自就宣告了一代英豪的羡慕,没有对死因做出过多描述。 反而用大量篇幅书写了汉武帝,为其准备的当理司马迁向来严谨。 之所以这样避重就轻,想来是他也不清楚,或去病真正的死因,一个盖世英雄,为大汉立下汉马功劳的少年将军。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却不知晓其中的细节,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隐瞒了事情真相,或许真的就像谣传的那样因病去世。 不过司马迁却没有直接指出一个足字给世人留下了无限遐想,关于瘟疫一说更不合理,墨北之战过了两三年或,去病去世什么瘟疫前夫妻能这么长呢? 况且与之一同前往的众多士兵安然无恙,单单他一个人发病,要是如此的话史书上,一定会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。 实际上却没有还有一说,是归隐山林,更是无稽之谈汉朝出兵墨北以后,虽说取得了小阶段胜利但是自身也有损耗,就在这时匈奴请求和谈。 汉朝派遣使者访问,谁知道访问,途中匈奴反悔扣押了人质,被摆了一刀的汉武帝十分愤怒,决定再次出兵若是此时或去病归隐,岂不是将国家新王复之脑后? 我相信,他是做不出来的虽然没有明说,不过史书当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细节,仔细推敲之后就能得到些续线索。 汉武帝有意提拔或去病打压魏清的地位,但魏清的能力摆在那,身居高位却为人低调,还有一个得宠的姐姐,平日里少不了大臣巴结。 虽说魏清并不限于此,奈何在皇帝面前一举一动都会引来争议,因此汉武帝提拔或去病因为或去病属于油盐不尽,的人对于搞政治丝毫不感兴趣。 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边疆对汉武帝来说是一个忠实的打手。 况且魏清也不会为难自己的外甥,出于这种考虑汉武帝栽培或去病,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 末北大战时候,李广气不过自尽而亡李家后人,都觉得是魏清从中耍手段,回来之后一直找机会报复,也是因此发生了李感激伤。 魏清的故事当事人魏清对此并没有很大回应,或去病得知之后,却当中杀了李感。 而后病逝这其中是不是与什么不为人知的关联呢? 那么或去病到底是死于瘟疫? 病逝,还是他杀司马迁只用一个族,字记录不仅不符合他严谨的写史书的性格,还愈发疑点重重。 汉朝丞相李蔡因为战地被关进大牢狱中自尽一个丞相,怎么会傻到去新战皇帝的灵寝,令人不可思议。 而李蔡另一个身份,是李广的弟弟就在李蔡自近半年之后,就发生了或去病击杀李感的事情。 自此之后李氏家族崩溃瓦解,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是魏氏家族从中作梗魏氏家族因受猜忌,逐渐被皇帝冷落。 他们肯定不能看到死对透李蔡,在朝中顺风顺水,因此密谋除掉李蔡和李感。 教唆霍去病在大庭广众之下下手,也是做给汉武帝看的难免会让他心中不痛快。 后来霍去病联手文臣武将请求武帝册封皇子,魏王爷迫于压力武帝只能妥协,看似一件普通的封王之事。 却存在很多疑点首先霍去病,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插手朝政? 这件事对他一点好处没有有利的只是太子刘具和他背后的魏氏集团。 霍去病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想到他这么做可能带来的后果,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去做了,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武帝打压舅舅未听他自然知道如果,说自己能做什么谎和与舅舅之间的关系他非常愿意,霍去病的死和魏氏集团存在很大关系。 像他这样生性孤高,战功赫赫的年轻人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朋友,他又怎能忍受舅舅日益疏远,如果让他站在了家族的对立面,对霍去病来说难以忍受,性格极端,的他很可能,在认为教唆之下自尽而亡,也就是说霍去病死于自我毁灭。 不过这个观点,是使学家的推测至于是否正确,那要看进一步的研究证明,霍去病死后汉武帝非常悲伤却并未发怒,对于魏氏集团也没有过多追究,很可能就是霍去病自己选择了终结生命。 武帝条件铁家军浩浩荡荡,从承埃到茂林排成一列把霍去病的灵寝修建成其连山的样式,彰显他在大漠的丰功伟绩。